小朋友來到河濱公園 看到現場架起望遠鏡 立刻輪流排隊 希望能夠把握時間欣賞 原來今天主角 就是河面上這幾隻小白鹿 看到白鹿私利用長長的嘴巴 捕食水中的小魚 也讓在場學童興奮不已 有了有了 有了 他縮起來然後站在一塊石頭上 黃色的嘴巴尖尖的 羽毛的地方有點黑黑的 頭縮起來的 路科就有四種了 環頭路以前在對面看得到 環頭路比較少在水上活動 那鴛鴦是有時冬天會飛過來 還有這鳳鴨都不錯 不管是南下北上的旅客 都會經由高鐵經過法子溪這一段 就可以看到我們法子溪自然生態的美麗 那第三河川局在過去幾年 對法子溪所運用的這些經費 已經有一些成果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把這些成果可以展現給我們未來的主人翁 台中市的法子溪這幾年因為下游水患問題嚴重 政府先後投下數十億的經費加以整治總算有了成效 因此最近邀請鄰近多所國小 帶領學童進行和川生態教學 除了了解法子溪歷史由來 也認識周邊的動植物生態 讓小朋友上了一場難得的自然教育 像我後方這一些休閒的場地 其實只要我們繼續加以維護 讓民眾隨時都可以來這邊走一走 那其實差異是變化是很大的 那我們水利署在未來的工程 除了治水防災之外 重點還是能希望能把整個河川的環境跟民眾可以結合 山河區指出 法子溪在施工時有許多河段是採取自然工法 因此在完工之後才能保留原有生態 希望藉由眼前景象 讓小朋友了解河川保育的重要性 也呼籲民眾一起來愛惜水資源 記者洪嘉宏 藤志祖老